淘气是指以粘土为胎 经过手捏、轮质、模素等方法加工成型后 在八百到一千摄氏度高温下被烧而成的物品 皮体不透明、有微孔、具有吸水性、扣植生烟不清 淘气可区分为细淘和粗淘 白色或有色、无幼或有幼 品种有灰淘、红淘、白淘、彩淘和黑淘等 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独特的艺术风格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淘气的国家之一 最远可以追溯到一万年前的原始社会 而在海拔三千五百米的血域西藏 制淘历史同样悠久 藏族民间制淘约有五千年的历史了 在新石器时代 藏族的祖先发现了活与土烧炼的奇迹 那么西藏最早的淘气是在哪里发现的呢 因为75年在卡拉移植 我以南山江长渡水泥厂 水泥厂的城长导委书记 他就引起重视了 我们在那个水泥厂底下发现了这么多桃光呀 什么什么石器呀 这里是可能原古人藏族 那个原古人居住的地方 卡洛遗址位于西藏昌都以南十二公里 在蓝仓江以西卡洛附近的三角形 二级台地上 海拔高度三千一百米 距今约有四千到五千年的历史 是中国已发掘的海拔最高的一处 新石器时代遗址 这里挖掘出了很多珍贵的出土文物 出土仪物有大型打质石器 细石器 磨质石器 骨器 陶器等